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见我的声音 我的圈头点点目睁有理有航迹 听听我的表情 看见我的心情 听我的世界原始这么多容易 听听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俊松 我是小叔 欢迎收看听听看 俊松 你看啊 你觉得一根天线有什么作用吗 天线啊 天线不就是要接收讯号用的吗 嗯 我跟你说 一根天线呢 可以有什么用途啊 它让我们接收到电子讯号 可以收看到电视 收听到广播 可是啊 它也可以让人接收到爱的讯号哦 啊 爱的讯号是吗 小叔啊 你又在发表什么文艺言论了 哎呦 不是我故意文兜兜啦 这是手语翻译员 林立妹的心声啊 他说啊 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根天线 连接听人有声 与龙人无声的世界 把两边连接在一起 天哪 一个手语翻译员 把他的任务形容得如此美丽而神圣 还有 丽妹老师的作用名是 指龙你手 不龙你口 他非常希望每一位听障朋友 都能够听见世界 与世界接轨 他呀 甚至还跟他的听障学生 学画油画呢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林立妹老师的故事吧 请看 林立妹是个手到擒来的手语老师 她在龙人和听人之间 扮演沟通的乔梁这个角色 已经有三十多年的时间 由于长期在手语服务团 以及公式的听障节目 担任首议员 使得丽妹除了听障朋友之外 也接触到许多不同类型的身障朋友 自然而然就成了身障团体的志工 虽然当志工 花了她不少的时间和精力 但是她乐此不疲 并且从中误得了许多人生的智慧和道理 梦去世灰水 手语美在是她的表情 她的动作 然后 然后 那个表情会让你很吸引 我觉得那个画面一直到现在 我都还记得是我们有一次搭游览车 如果平常讲话 那个是很吵杂的 可是在手语 她对角线是OK的 直线也是OK 斜线也是OK 就觉得哇 怎么这么美 然后可以 这么眉飞色 我那个整个表情 都是在脸部好像一朵花在绽放 那那个手指头好像是蝴蝶一样 这样子在空中飞 我就觉得哇 那个画面真美 那如果我可以懂她们的手语 那可以知道说 她们到底在讲些什么 聊些什么 然后 我觉得为什么会这么喜欢手语 是因为她们听不到 所以她们会专注地看你的眼神 你觉得从那个眼神 你会得到被肯定 所以我蛮喜欢这个感觉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人物呢 她是我们龙人的好朋友 也就是手语翻译员林立妹 手语名字叫做立妹 说起来啊 我们也认识了好多年啊 知道她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手语员 只是没有想到 她平常除了教人手语之外呢 还跑去跟听障老师学画画 而且呢 她是一位热心的身杖团体志工 画画学有所成之后呢 更开了画展啊 实在令我大开眼界啊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立妹的故事吧 丢脸啊 你在我入镜啊 立妹出生在新北市的新店 今年50岁 目前住在深坑 两个儿子都已经念大学了 民国68年时 立妹还是个武专一年级的新生 因为当时电视节目的手语歌比赛很流行 于是她开始喜欢匕首跨脚 没想到这让她一头就栽进了手语的世界 她就附加在上面的 我们那个年代也蛮封闭的 只是要说我们家邻居有个A嘴 就比A嘴 那你跟他就是 就是对他面带笑容就这样子 我才不知道要怎么跟他相处 北七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今天爸爸80岁大寿 舅兄弟姐妹还有舅妈 最同我们的舅妈一起来帮爸爸过生日 爸爸现在整个舅宗听完全听不到 所以都要写给他看 快乐 快乐 还不简单啊 我们家四个姐妹都同时学书语 然后最早是我大姐先学 然后二姐跟着学 然后回来就会比划 然后看到就很喜欢 然后那时候刚好碰到一些大哥哥大姐姐 他们会在以前叫做守家 然后就帮一些其中学校的小朋友辅导 就觉得好像另外一种语言 其实你也可以帮助到别人 我就觉得那时候不知道 就对手就很着迷 那只要有开班都去上课 我去那个荣什么街 荣安街去上课 然后找他去 再找大妹去 那山上我就落跑了 所以结果一年 流亂光光了 我就是不够认真 所以现在不能当老师 你知道吗 最认真我就是师父及师父 你知道吗 我学到现在 对啊 所以他变成师父的师父 祝丽妹的爸爸身体健康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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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语带丽妹走进了不同的世界 而她和先生也是结缘于手语 两人结婚之后 因为有了孩子 丽妹投入了家庭 有好几年的时间 没有再接触手语 不过在朋友的鼓励下 丽妹又再度回到手语的怀抱 继续为有需要的龙朋友服务呢 我就是要找老师啦 要找周语老师啦 要找周语老师啊 她谁都找到 丽莉妹 嗯 然后就是 她来当 周语老师 所以就这样认识她 这样 第一课 我是谁 DG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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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她是一个 蛮开朗的人喔 她很享受她的工作 其实她从事这个行业 她非常的开心 我真的很开心耶 因为有老公养我耶 怎么办这样子 没有就是 我觉得因为刚好 老公很支持我 家人很支持我走这一条路 其实我以前是 还蛮自闭的 就是比较害羞 应该说我的个性 那个时候是很害羞的 然后后来会 另外一种语言 你不用透过嘴巴去讲 然后你就用手语打出来 跟嘴巴讲的 那个感觉是很不一样 那我觉得后来学说 让我自己变得还蛮活泼的 好 同学请看这边来喔 这些交过的手语生词的部分 大家都记起来了 有人说忘记了大哥 你说忘记了 他很高兴地忘记了 我老师会气到内伤 看到这些同学啊 身为他们的手语老师 一定相当开心是吧 平常跑那么多地方 笔画手语所见所闻 心里一定会有感触吧 哎 丽妹你说呢 这么多丰富的经验 累积下来 有什么心得啊 嗯 我觉得啊 如果同学学会了手语 看来就很高兴 因为他们就可以看 龙朋友沟通啦 很值得高兴 但是啊 如果上手语课 如果要教手语的时候 学生人数很多 那该怎么办呢 我可以在教室走动啊 一边教一边帮同学 纠正手语 我在想啊 许多同学接触手语的原因啊 是因为有些父母亲是龙人 学会手语呢 可以帮父母翻译沟通 也有希望考取秉级正照 能够用手语帮助龙人的 每一位老师啊 都应该仔细地教学 像我们两个呢 就要跑很多地方教手语的 不过我觉得很高兴 你说是不是啊 对啊 有一次我记得 我才刚学两三年 有一次他们有一个圣诞晚会 要找我说 那你要不要这台上翻 那整个就是一直抖 一直抖 那时候真的能力很不足 非常的不足 你就觉得说 我的程度很不够 会很害怕 我也不知道怎么下台的 那个感觉是 还蛮惨痛的经验就是了 我不晓得吗 老师可以乱猜吗 随便猜 没关系 随便猜 听人在听医院 屁股在摇 好 到我上台大概三四年之后 所以修育程度有一点点进步 那因为常常跟龙人朋友在一起 譬如六日 他们有办活动的时候 都跟着去 然后去爬山 因为跟圣经障害婆婆在一起 要办免费的 要办办假优待 以前当学生真的很穷 跟他们去 你只要手比一比 然后有一个欧巴桑 就会说 你看那小孩那么可愛 疼不太可怜 然后就突然去逗他 他说 阿姨我可以说话 然后就赶快跑掉 因为都是因为 跟他们在一起久了 会变得很活泼很外向 因为他们还蛮单纯 蛮开朗又很直接 所以我是从 跟他们在一起好几年 才慢慢的去改自己的个性 有点像洋葱那样 越来越把自己 要真实的东西 慢慢的呈现出来 请到我们丽美老师 最棒的手语老师来教我 也是应姐妹的要求 其实学手语非常的好 它也是一种语言 就跟学英文日文是一样的 说真的 还蛮难的 真的我们刚接触的时候 真的 大家每个人手都打结了 不晓得怎么来比 但是老师真的很有耐心 那我们这样一路走下来 真的看看每个学员 真的都很用心 也现在说 我们期待的是说 我们可以 包围我们的长处 可以上台表演 但是我们从一般第一次表演 各位爷爷他们长得好不好 第一次表演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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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开这个手语班 为什么要开这个手语班 是当初其实我在里美在很久的时候 新闻上有看到 在中天新闻有看里美在比手语 那希望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学会手语 一起出去外面做职工 太棒了 各位 今天部里大员首语班的学员 第一次上台 希望大家给他热烈的掌声 加油跟鼓励 好 如果自己本身也是在地的深刻人 那我觉得可以分享到学外 还蛮开心 让姐妹妹非常认真 真的其实是最资深的那个姐姐 这样子真的非常非常的认真 我就是年纪大了 要比较短 所以要比较认真 所以这个是姐姐 莉妹老师会娇又漂亮 没有 手语翻译是莉妹的专业 同时也是她的职业 平常她也在各个手语社团 当手语老师 她的学生当中 有一位是听障画家 奇妙的是啊 后来她们居然角色互换 变成手语老师 跟听障学生学画油画 没想到 莉妹从听障朋友的身上 也能够拓展生活的领域 她们还曾经一起开师生画展呢 第一次我去上课的时候 我就看 哇 这个老师怎么那么亲切啊 笑容那么甜美啊 而且最重要的是她 上课的这个气氛带动得非常热络 让人家觉得 哇 手语真的是一个 非常很好的一个学籍的一个 一个项目啊 所以在那个中午每周一定就报到 每周一定报到 然后就非常开心 这个是老师 这个是我 然后靠在老师的旁边 或者是 我是妈妈 这是小孩子 然后也可能是好朋友 大家都可以靠在一起 第一次来这边要说 你就画得开心就好 然后只要画说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因为油画就一直往上叠 然后慢慢的好像 花花也是在休息 要把自己一些 可能难过的啊 高兴的啊 不高兴的通通都在里面 都可以挥洒出来 对 跟她学画画真的很开心 好啦 大家就完成啦 想想这样 哭哭哭哭哭 来这边就是很好 有花花 然后有咖啡香 有时候画不下去 老师我们休息来喝咖啡 随时在等老师给礼物 给成品 老师既活活又可爱 谢谢 难怪能够成为很棒的画画老师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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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用跑子 佩可要乘慧用跑子 欢迎欢迎 快点去啊 听听看制作小组啊 今天来了好多人啊 哎哟 一看就知道 大家都喜欢来找丽妹 对不对啊 而且丽妹啊她也很好客 欢迎朋友来她们家里 悦闹悦闹 来了来了 啊 我认识丽妹是在进入听听看之后 跟她才比较熟悉 我觉得早期丽妹在手语翻译的这条路上 走的并不是那么顺利 她有几次的挫折失败 或者甚至就是说 在这个行业圈 也会被人家受到一些误解 可是我觉得丽妹她都 一直都是用她很乐观的心态 然后她都不会去计较 她就是一直往这一条 她很热爱的手语翻译的路上走 而且她很乐在其中 这是我很佩服她的地方 哇 好好吃哦 哎 快去吃吧 来了来了来了 我对丽妹印象深刻的地方在于 第一是亲切 第二是爱笑 还有就是爱哭 我记得有一次去拍一个活动啊 最后丽妹忽然一直哭 其他人都没事 就只有她一直哭 这一点呢 呃 还有就是丽妹曾经协助我好几次的手语翻译 跟其他人比起来呢 她真的很棒 呃 我很喜欢 因为她的手语翻译让我感觉 就像是在跟我一样的龙朋友聊天 感到很亲近 我觉得很好 耶 赞啦 大家都来到丽妹家吃饭 品尝她的好手艺 非常丰富的一桌菜是吧 欢迎好朋友们一起来聚餐 跟闲话家常 是不是很羡慕啊 都很开心吧 谢谢丽妹 丽妹老师是很温暖的人啊 常常听听看的外景其实都是很辛苦 然后就是时间也很长啊 尤其跟舞蹈啊 然后啊 可是她其实她都不会跟我们计较那么多 有时候甚至我们真的没有经费啊 她也说 没关系 没关系 她愿意来帮忙 而且常常就是以前进棚的时候 她的豆还会煮甜汤来给我们吃 真是一个温暖又就是好心的妈妈 哈哈哈哈哈哈 听听看的主持人 对 你也很会啊 不是说你才艺啊 好吧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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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么滑的想到 我真的很谢谢听听看给我这个机会 然后可以 因为常常是跟吴导演去拍 身境障碍非常杰出的朋友们 他们的生命故事 那平常我们其实不会进到人家家里去 可是只有我们这样外景 你可以了解这个人从小到大的 整个成长的历程跟他的生命的故事 那我觉得其实听听看 就真的可以拍到很多很多身上的朋友 他们怎么努力出来 怎么不怕苦不怕难 这样子走出自己的一片天 所以我觉得每次去就像读到一本故事 非常精彩的一本书一样 由于手语翻译工作接触的层面教寡 莉妹结识了各种身杖和工艺的团体 她发现不同类别的身杖朋友 需要的协助和关怀也是不一样的 基于天生的爱心和足道热肠 莉妹陆续在不同的团体里担任职工 她还曾经帮世杖朋友录过永生书 做事讲求专业的莉妹 在做志工之前 也都先接受过专业的志工培训 大概在八年前 莉妹加入了由刘明所主持的 混账综艺团里来担任志工 主要是负责听账团员的沟通 不过莉妹却一心想要服务所有账别的团员 真的是有够热心的呢 因为我觉得当志工其实 你在付出的当下 其实收获最多的永远都是你 反正我们老了以后 不是做了要不然就听不到 要不然就看不到 以后都会变成同一国的人 所以你是提早在一起 在提早体验 我在参加体验营的 因为刘明老师常常会问 如果你可以站起来 你可以怎么 那我想说我们吃早有一天 我们身体上会不方便 那我觉得就是跟他们在一起 我觉得那个陪伴跟一起成长 跟一起变老的感觉还蛮棒的 带上的团员在唱歌 莉妹在后台也跟着边唱边跳 相当地投入呢 你看 我儿子也来帮忙当志工哦 耶 这应该算是我第三次来当到志工 因为这次当志工最大的收获 就是能够从他们身上 得到很多力量 掌握到慧美 妈妈她一直很乐观 而且把那个当志工的那种热情 融入到生活之中 让人感觉到说志工不只是 帮助别人 也可以让家人一直感受到 就连我跟我弟弟也一起去当志工了 妈妈她上次来的时候 因为她从没看过志工 唱歌结果看完之后 抱着志工一直哭 她不知道志工会唱 你唱得这么好 对 相信有爱 感恩有你 莉妹她是一个很柔软的 所以她即使看过我们演出 千百次 每一次还是会感动得落泪 我想因为团员都是做自己 生命故事的现身说法 所以莉妹心里面产生共鸣 触动她 所以她才会常常的掉眼泪 我们都常常说 她比观众更早就哭了 不管唱哪个歌 我只要唱歌都可以看得到她 看得到她还在哭 你的歌是半年人 我不晓得 我不知道 我也是非常好奇 我也是娘娘是个很孝顺的小孩子 那每次听到之前在唱歌 我也想到我妈妈 就觉得我们能够付出的人 真的很幸福 然后看到这些老师 她们这么的勇敢 我都觉得自己很正 所以都是她们在帮助我们这些 算是心理治疗吧 很感动她 虽然我是爱哭一号 她是爱哭二号 对 其实看到她真心诚意的付出 为听长朋友 为圣长朋友 做这样子 很多很多的奉献的时候 我也被她感动 所以有机会的话 我也会跟她学习做志工 很开心 在这个综艺团里面 看到很多爱 让我成立自己很多 这些混账的老师们 就是受苦受难的福祉 他这些来帮忙的 就是救苦救难的福祉 但是很谢谢他们 这样子带着混账出去 所以每次看到他们 真的很感动 莉妹真的是一个心情 很开朗的一个女孩子 然后心地又柔软 真的是我们混账最大的福气 莉妹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人 我很喜欢她 我觉得莉妹是一个很真 又很善良 那我觉得跟她在一起很舒服 就是说你会看到她 就是心里想什么 她就说什么 那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善简人意的人 那么要付出那么奉献的人 所以莉妹是一个很棒的朋友 好有些非常漂亮 那说什么 漂亮 美美 常常帮助我们 听障朋友 我觉得 她的心地很善良 非常感谢她 我以前不会手语 看了她的手语翻译以后 我就可以慢慢学会了 人家不是要去找心理智商时 所以每次跟或这样在一起 他们都可以帮你智商 就可以从那里 自己可以学到很多 就是自己心灵去反省 跟去修为的地方 人家常在说道场 除了是在庙里面或去教堂 那其实你在身边 你就可以开始去修为 自己的一举一动 基本上啊 我觉得一个人 会从事手语翻译这个行业 先天上呢 都是比较具备有狭义的精神 以及热心助人的人 感谢许许多多 像丽妹这样 在专业上不断求进步的 手语翻译员们 你们真真正正 是我们龙人的好朋友 当然了 丽妹不只是龙人的好朋友 她也是一个只求付出 不求回报的快乐志工 她是所有身杖朋友 共同的好朋友啊 好戏即将上演 马上粉末登场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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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